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淡熬 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满 老君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你怎么看着我干嘛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对不起 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呀 我叫林碧君啊 现在这周围没有别的人 你没有必要再演戏了 没有再演戏啊 我本来就是林碧君好不好 那好 林碧君小姐 请问你 以前住在哪儿 家里有几口人 喂 我跟你说 我之所以愿意出来见你 那就是因为 我想问你关于那个龙头拐杖的秘密 所以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呗 好 那我先说 这龙头拐杖啊 是我们赢家镇宅主 我爹跟我说过 这里面还有个大秘密 难怪呢 我说那个糟老头 不对 你爹 为什么那么不舍地把那个龙头拐杖给我 原来 这个龙头拐杖那么重要啊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按照江湖规矩 该我问你了吗 江湖规矩 你是谁 谁让你来举龙头拐杖的 我当然要跟你聊这个啦 只不过我突然觉得不舒服 我去到洗手间一会儿回来跟你说啊 坐在九号桌的那个大高个儿 就是嬴氏的大少女 我已经在他点的罗松汤里下了毒 你待会儿拿着这把枪 吓在他旁边 万一他没有喝下罗松汤 你就用它解决掉应战 是 你在这儿潜伏了这么久 真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明白了 你先回来 我们的 我们的 江湖 应战只要喝下那碗汤 就会必死无疑 我必须要阻止他 可那个服务员拿着枪就站在旁边 我还不能告诉应战真实的情况 这可怎么办呀 阴战大哥 不能喝 那个 你过来 怎么了 B君 董小姐约您六点零九分到 少爷 现在刚刚六点过八分 走 欢迎茂林 我不想吃西餐了 咱们去吃顺天吧 咱们去吃顺天吧 走吧 咱们去吃顺天吧 走吧 咱们走吧 你 咱们去吃顺天 丰比军 你给我站住 你 春节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春节 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出门那时候没代表 所以不知道时间 那个 你别生气了啊 我慢慢跟你解释 好吧 那罗宋汤里真有毒 那个服务员手里真的有枪 当然是真的 迎战大哥 我当时啊 也是一时无奈 才拉了你的手 其目的是为了 打落那碗罗宋汤 你 你别误会啊 不管怎么说 你刚才救了我一命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迎战大哥 那我拜托你一件事 就是 我吧 我其实是为了救你 才那样做的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所以 千万不要误会啊 这件事 我也希望你不要去跟别人讲 对了 还有 以后 你不要再追问我那些事情了 就算你对我的报答吧 那个 前面就是我的家了 要不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再见 我今天一到报社 就向主编申请调到正法县 可主编死活不答应 后来我软磨硬炮求主编 直到他答应以后 我才赶到这儿 所以我就迟到了 不行 我一定要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仲杰 我们主编人挺好的 仲杰 老爷 属下无能啊 没能完成任务 鬼器不是善茬子 他敢明目张胆地抢我的东西 再把东西处理掉 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只是可惜啊 浪费了我的一盘好棋 不过没关系 来日方长 鬼器这个人野心勃勃 他一定会露出破绽 到时候 我们再把他一网大尽 爹 少 你小子也在这儿 少爷 正好二死 我问你 前两天你待人明目张胆地闯遮天会 兄弟们都有去无回 你想干什么 不是 我 好了 阿四也是为了兄弟们出口气 说到底 他也是为了咱们盈氏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再说他还受了伤 这就是对他的惩罚 爹 你不能这么纵容他 他现在越来越无法误天了 行 阿四 咱暂且不提你闯遮天会的事 遮天会的人为什么一直揪着你不放 是这样的 少爷 遮天会的人曾经用金钱收买我 想让我夹住他们 被我当场拒绝了 这次啊 他们找到我 对我威逼利诱 想让我暗中下毒害死你们 我肯定是当场拒绝啊 因此 他们对我恨之入骨 非要弄死我不可 这才一而再 再而三得起了冲突 贵妻 三番五次想害我 别落在我手里 要不然他会死得很难堪 行了 别给我惹事了 刚才还说阿四冲动 怎么 自己安耐不住了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听好了 御事一定要冷静 要多动脑子 贵妻这个人 坐了十年老出来 想要我的命 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的命 就是那么好取的吗 你们哪 别再给我惹事了 好了 多下去吧 是 整个林府都找遍了 可是娘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找到 还有 林毕君的日记本里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啊 进来 李伯 小姐 什么事啊 老爷爷来电话了 他说过两天回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 这家里面乱七八糟的 我该怎么说啊 你就说 是姑爷弄他 老爷正盼着你们俩早日成婚呢 他不会生姑爷的气的 他那么霸道 看到我和银湛那么亲密 他一定会很生气很痛苦 林毕君你给我站住 我不能在他伤口上撒眼 有点 我已经在了 李伯 这个跟钱仲杰没关系 都是我自己做得住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所以 不用管钱仲杰了 没什么事 要不你就先出去吧 好啊 爹也快回来了 真是的 你个林毕君 还没有跟我解除婚约 就敢在外面接触别的男人 我今天非得教教你 怎么做我钱仲杰的女人 奇怪呀 奇怪呀 秦住姐 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 这门之前要敲敲门问问主人 让不让你进来吗 你这儿知道了就这么烦吗 你这儿知道呢 还在我们俩里有情意 咱们学习 知道了啊 这儿知道了 你 你干吗 你以为你穿警服就了不起啊 我跟你说 我问你 你今天为什么要去找迎战 是不是喜欢那个流氓 你 你才是流氓呢 坐好 说话 你 你 真是 你什么你啊 我告诉你 钱仲杰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怪物 你给我出去 从我房间滚出去 你给我出去就出去 你把我钱住 你当什么人了 好 你说我欺负你是吧 我欺负给你看 暴君 我 我 你 来 请 队长 队长 我给你买了早餐 在这里等了你一上午了 队长 你怎么知道我要当队长了 消息很灵通嘛 你没睡好吧 眼睛怎么这么红 没事吧 跟嫂子缠绵了一夜 咱们林大小姐 可是上海有名的名媛千金哪 名媛 我 我去取枪 队长 早 早餐 疼死我了 可恶讨厌的钱仲杰 跟你在一起就是倒霉 现在我的脚还疼呢 喂 钱仲杰 你干什么 去 你别让我 我的钱呢 钱仲杰 你干什么 我这又不是失误回舍站 有什么东西丢了 你去别的地方找啊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兜圈子 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快告诉我枪在哪儿 不是 天地良心 我真没看到你什么枪 钱仲杰 你别什么脏的 累的 差的 都坏在我的头上 行不行啊 真的没看到 真的没看到 我跟你说 我真没看见 你可以随便搜搜啊 搜得一把 我配你十把 还不行 难道我的枪 丢在别的地方吗 你看 你看 心虚了吧 我就知道 你有事情做不好 就跑来怪我 不想见你 出去 我还不想看到你呢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你 你 呸 臭钱仲杰 你根本就是个神经病 被他弄得身上到处都疼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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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发生这种命案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是 队长 你枪呢 噓噓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者是黄埔传运公司老板 盈啸天 经法医鉴定 死者昨晚九点至十一点之间 死于枪杀 尸体一直没被动过吧 没有 那案发现场也没被破坏过 没有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死者的儿子 盈战 盈战 待会儿我会问你一些问题 希望你能配合 昨天在黄昏的时候 你是不是和林府的林璧君小姐 一起去了兰兰兰兰餐厅用餐 然后在六点十二分的时候 你们离开了餐厅 后面你们去哪了 你是来查案的 还是来试问我私人生活的 不好意思 盈先生 所有和案件有关的 我都必须要彻查清楚 毕竟 你是第一个找到尸体的 如果你不是被害人的儿子 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你就是凶手 你别在我这儿胡家胡威的 我跟林璧君干了什么 跟我爹的死有什么关系 俗话说得好 天理人伦 人是不会做出一些欺师灭祖的事情 但是 这也不排除 失守杀人 所以这就关乎到你的情绪 盈战 如果你和林小姐 从兰兰兰兰餐厅出来之后 你的情绪是愤怒的 你有可能是嫌疑人 秦仲谦 你不就想知道 我跟林璧君干了什么吗 我跟林小姐很友好的吃了饭 林小姐说下次回情话 盈先生 那我们换个话题 你父亲生前 有没有做过一些违法的事情 比如说杀人放了我 敲诈 勒索 钱周杰 你想找死的话 我成全 别别别 嬴少爷 我们队长也是急于办案 好 查也查了 是不是该走了 是是是 队长 咱们走吧 走吧队长 嬴少天被杀一案 闹得渣北区一带人心惶惶 所以我们警局 一定要竭尽全力破案 确保社会安稳 人心安定 报告局长 我已经组织了局里的警力 来调查此案 现在已有有力线索 局长 保证按时破案 好 你就做总指挥 不要辜负渣北民众 局长放心 我的心里有数 有数 少爷 我吩咐兄弟们去找了 可银公馆上上下下找了个遍 也不要找到龙头拐杖 一定是这天会干的 贵妻跟我赢家仇怨一身 但我没想到老爷子真死在他手里 走完我们一定是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机 鬼奇 死仇不报 我爹死不瞑目 杀 你们有没有发现 指尖和其他的部位都有血迹 只有手掌没有血迹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死者死者死前 手上可能拿了一个圆形的物体 重担之后 他用手捂住伤口 伤口流出的血液被这个物件挡住 导致血液没有沾到手掌 而且你们还有没有发现 棋局上少了一个棋子 队长 我已经查过了 那幅棋盘里边偏偏少了一个马 我知道了 迎锈天死的时候 手上就握着一个马 这个棋局摆得非常地乱 这说明凶手和死者 在之前根本就没有下象棋 而棋盘离死者有四点三六米 他的尸体也没有被人移动 这说不定 他生前已经把这颗棋子握在自己的手里 有道理 对 而案发现场又没有这颗棋子 凶手把棋子拿走了 不过这棋子代表什么 凶手要把他拿走呢 死者生前一直拿着这颗棋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 什么意思呢 我的解释只有一个 就是死者当看到凶手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警觉 握住了那颗棋子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凶手的真实身份 我知道 凶手就是姓马 这是一种可能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死者在临死前的表情非常惊讶 他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凶手会杀他 那什么人会让死者产生了警惕 你又不敢相信这个人会杀他呢 我的推测是 凶手很可能是一个 其貌不扬的老人或者弱不禁风的女子 对 报告 对 对 队长 现场子弹的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 请鉴定 是警用子弹 什么 警用子弹 局长说了 咱们局的警员 都要排查一下枪的使用情况 警用子弹 那这么说 是警枪 警方 昨天我的枪丢了 而迎小天也在昨晚被杀了 不会这么巧合吧 马仔 我问你个事情啊 以往有没有发生过 警枪杀人的案子 有 之前也有类似的案子 最后查出来是警察的枪杀的 虽然那个警察也是无意间掉的枪 但最后还是被开除了 而且我听说这是上面有人死跑的结果 唉 这次不知道又是哪个家伙要倒霉喽 队长 该不是你的枪丢了吧 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呢 好好好 那就好 得赶紧找到我的枪才行啊 对 揍的 鲜鱼的 鲜鱼的包子 鲜花 鲜花 鲜鱼 鲜鱼 鱼的包子 鲜鱼的包子 鲜花 就算是马武街走娘 又怎么会牵自己的名字 这事多半是林须瑶干的 我得赶紧回去 看看林须瑶有什么动向 黄帽车 来了 小姐 您签 谢谢 走吧 好嘞 我的枪就应该在林府啊 难道林笔军在骗我 迎孝天的死不会跟她有关系吧 走 她怎么又来了 她要是再敢欺负我 我就跟她拼了 这个林笔军 眼神飘忽不定 暗藏心事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一定要继续抬在林府 将事情差个水不湿出 怎么 你又来了 刚才你不是说不想见我吗 干吗又突然出现了呀 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 林笔军 你别欺人太甚了 谁欺负谁呀 是谁罚了毒誓 说一辈子都不想见到我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啊 一天的时间都没到呢 难不成某些人的一辈子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 你诅咒我 你快点告诉我 你昨晚去哪儿了 我昨晚干吗 你不知道啊 你 再说了 你敢把你昨晚在屋子里 干的这些事情说出去吗 我走之后你干吗去了 那我干吗跟你说 你的脚伤还严重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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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 姑爷 我把热水放这里了 你放外面嘛 好 待会儿我过来取 鬼啊 怎么了 许许 怎么了 喂 许讳 生前受尽折磨 死了还没地方待 我就是在你这个屋子上吊的 把屋子还给我 你 浅竹姐 你有病啊你 拿热水烫我 我的脚伤更严重了 你才有病呢 大晚上的装神弄鬼 你说谁是鬼啊 就说你这个胆小鬼 好了 洗洗睡吧 别再叫了 好了 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清楚的 小姐 你没事吧 我 我的脚被烫着了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回房间吧 回房间吧 好 慢点儿 小姐 小心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奇怪啊 那个林碧君 跳枪死了吗 这一切怎么都不可能是巧合吧 而且那个帮匪 他既不结色也不结财 他偏偏就要让我去冒充那个林碧君 嫁给那个自打狂钱中邪 跳江 跳包 魂月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好好捋一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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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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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碧君的死 怎么好像 专门就是为我设计的 天哪 我这个主脑袋 主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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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是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面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自己从那个漩涡里救出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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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雪芯 怎么了这么着急 我听六大护法说 姑爷现在怀疑你是杀人凶手 要把你看起来呢 不是不是 你再说一遍 他 他怀疑我是什么 杀人凶手啊 杀人凶手 这怎么回事 天哪 这钱仲杰疯了吧 他昨晚做噩梦了吧 他昨晚做噩梦了吧 因为被杀的人 跟小姐有过过节呀 就是那个营市的老板 赢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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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孝天死了 他怎么死的 什么时候死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姑爷就认定你是杀人凶手了 你快去解释清楚吧好不好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个钱仲杰竟然这么讨厌我 竟然冤枉我 还诬陷我 我明明白白清清白白没有杀过人 我就不相信这个钱仲杰 能把我从白的无限成黑的 别说他六大护法 就是八大神兽 我也不怕 快去吧 唉 我 你给我让开 钱仲杰 我问你 我到底跟你有何缘何丑 你为什么要查我 为什么要找人跟踪我 让我说话 也得等我把衣服穿好啊 你害过黑丑啊 赶紧把衣服系好了再说话 我告诉你 要我不查你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我可能或者不可能 我清清白白的 为什么不可能 你放开我 你这个女人 怎么没有一点廉恥啊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 放手 你答应我 你放手 你还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脱你的衣服 我不答应 你答不答应了 我不答应 放手 你答不答应我就 林碧君 你就这么喜欢吵头我吗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简中仙 我告诉你 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 就是你 那我也告诉你 你很快就要和你最讨厌的人结婚了 你放心 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确定 我发誓 好啊 那你就把聘金一万大洋还给我 一万大洋 对啊 什么一万大洋啊 我们俩订婚的时候 我们前家就已经支付了你们邻家一万大洋 你想解除婚约可以啊 把一万大洋还给我们 你 钱助席 你是为难我是吧 你就是个财迷 你给我等着 等我有一天 筹到了一万大洋 我告诉你钱助席 你给我借着今天跟我说的话 你个小财迷 你爹那个老财迷 看你怎么把一万大洋吐出来 东副局长 我看郑局长最近心情不好 是不是有事情要发生 您跟我说说吧 我说什么啊 这是你该问的吗 你要是闲得慌 你就赶紧想办法把营销天的案子给我破了 省得我三天两头的挨骂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就是把自己卖了 也没有办法愁得这一万大洋啊 要不 邻家的粮仓怎么样 我只要偷偷去把那个锁打开 把粮食拿出来 然后偷偷地卖了 不行不行不行 如果我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 再怎么着也不能做这种缺德事啊 可是如果我一旦嫁给那个钱中劫 那就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完了 怎么办呢 水仙 水仙 小姐 什么事啊 怎么着 还嫌我烦了是不是 局长 您 您误会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吧 您看 您整天日理万机的 那么累 我们做属下的 怎么也要为您分担一点不是 是 行行行行 你别跟我废话了 你说说 嬴孝天的命案搞得是人心惶惶 现在连凶手的一点线索都查不到 你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 局长 您别生气啊 我心里有数 有数啊 我一定尽快找线索 把案子给破了 我 你个钱重心 我一定会抽到钱 然后跟你一刀两断 为老帮主报仇 杀 林碧君 大白天睡觉不会是病了吧 四丫头 六丫头 五丫痒 二鹿 走 让一让啊 大家让一让啊 怎么会是你啊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 卖米啊 一个大小姐卖米干嘛 我只是不想在家里养尊处优 自己在家里待着没事干 出来卖点米赚点钱啊 你觉得就你这些米 能卖得了一万大洋吗 你管我呢 反正我只要把钱筹够了 就把这些钱拿去还你的聘金 咱俩就两清了 你就那么想跟我划清关系吗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行了 行了 你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了 我还要卖米呢 让开 不用你管 我可以自己来 让开 你行不行啊 像我这种大少爷 我的脑袋跟手脚都是为数学服务的 推这种车子 是我这样的大少爷做的吗 我知道 像你这样的公子哥啊 都是细皮嫩肉的 干不了这样的粗活 所以呢 你就不要再瞎帮忙了 好 鬼气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柳活 你这样的粗活 把我沮丧在昨天 让自己好一点 醒来后却才发现 你褪色的照片 孤独是一种考验 失去你那一天 就像失去整个世界 一瞬间就毁灭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几年曾经我们失去的情深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自己 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残忍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等待着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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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